5月31日,韩国女神宋慧乔从首尔机场出发,飞到香港准备出席第二天的活动。 中午在韩国现身的时候,乔妹戴着口罩,可能当时还没有化妆吧? 当天下午4点多,乔妹的航班顺利到达香港,现场有无数记者与粉丝等候乔妹现身。 这个时候,她脱下口罩,明显化了淡妆,而且好像连发型都特意吹光啦。 为了保护乔妹,主办方在机场准备了很多膏状的保镖。 这一天,她真的美出新高度,可能对香港记者有防备吧? 毕竟他们出名狠,总是拍明星的丑照。 有粉丝给乔妹送上了她最爱的鲜花,乔妹拿到手里,估计会带到自己的酒店房间。 这是香港记者拍到的照片,乔妹的脸毫无瑕疵,化妆师可以夹击腿啦。 有图有真相,乔妹十分亲切与大家打招呼,她调皮的给围观粉丝送上爱心。 即使在粉丝的路透里面,乔妹也是美得惊人。 2017年10月31日,宋仲基与宋慧桥举行婚礼。 这对小情侣结婚之后恩爱甜蜜,高颜值的夫妻组合让无数粉丝爱慕不已。 两人结婚已半年多了,粉丝们最期待的则是什么时候会迎来宝宝,让人期待不已。